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Fanny 我现在在马尔他 在马尔他这个古城叫姆迪娜 我是前两天从慕尼黑到马尔他来的 就是那两天呢 我来马尔他的前一两天 慕尼黑还在下雪 在这边就很暖和了 只要穿个衬衫 然后系个围巾有点风 就是17度左右 天气 气候反正是比慕尼黑好太多了 所以呢 这边的这个地中海气候导致 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人 北方人喜欢到三亚那边去度假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是马尔他这个地方 德国人啊 北欧的那些很冷的地方的人 都很喜欢到这里来度假 然后当时订的机票也很便宜 就是花了100多欧 就花了100多欧 现在是4月初 4月4号 4月5号 然后呢 马尔他最好的旅游季节 是5月份到10月份之间 它的气候到20度到30度会更暖和一些 现在也还行 反正相对慕尼黑来 那个冷的地方来说 到这里来说已经是天堂了 就很好了 当然现在不是淡季的话 它的机票啊 还有酒店啊 都要便宜很多 我在什么大街上啊 还有在公交车上啊 经常听到有人说德语 就是很多很多德国人到这里来旅游 然后从慕尼黑飞到这边来的那一天 机票都爆满了 还是在换登机牌的时候 还说我们愿不愿意再换一天过来 然后可以机票便宜一些 所以这是一个很热门的旅游地方 这个马尔他是很有意思的 它特别小 特别小 小的就是一个小城市 然后呢 他又要说他自己是一个国家 所以呢 他那个小镇 他就取个名字叫城市 像我现在今天到的这个姆迪那 它就是一个0.9平方公里的 只有0.9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城 然后一个围城 然后生活了两三百人 他就说它是一个城市 然后他以前还是马尔叉的这个首都 现在后来这个首都搬到 搬到瓦来塔去了 就是海边去了 反正那就是很小很有意思的这个地方 很袖珍 以前就是去罗马中心的那个国家 叫梵蒂岗嘛 一共才0.44平方公里 最小的国家看一个大教堂 外面一个外面一个那个外面一个广场 再加上后面一两排房子 就是一个国家了 然后当然他比较特殊 他是一个他是主要是教职人员 在里面居住的 没有女的 都是男的 然后都是教会的人 这个不用多说了 说远嘛 我说的是马尔叉 马尔叉就是一个小城 小城各个地方的一个小村庄 就说我是个城市 他也是想让马尔叉这个国家 和世界接轨的意思 就是 我这个地方也叫个城市 我也大城市 小城市 大城市 像他们的 像他们的首都叫瓦来塔 只有0.6平方公里应该是 生活了几千个人 就 就首都了 然后还有他的那个豪华大城市 四立马 四立马 四立马是1.3平方公里 然后生活了1万多人 就这样 还有个什么圣朱利安斯 也是一个1点多平方公里 生活了1万人左右 反正就是超级大城市 超级大城市 这很有意思 这是马尔叉 当然就是这个地方 在这些 这个地方呢 就是相当于在马尔叉的北面一点 如果要从这里开车到 所谓的市中心啊 那些我刚才说的那大城市 首都啊什么的 要半个小时左右 所以呢 我昨天 在瓦来塔那边 在市区 在四立马 就他们大城市那边 跟中国朋友聊天 就是他们觉得 哎呀我说我住在北面 哎呀住那么远 其实也就半小时车程 就在这些地方呢 就中国人就很少 中国人相对多一点的 在那个他们的大城市 斯利玛呀 那个圣朱利安斯啊 就看到的中国人比较多 而且呢 这边看到的中国人的素质 都要很高的感觉 就说话谈吐是吧 气质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他们这边呢 就是一些马尔他嘛 你移民来马尔他的时候 他们政府就要求你是一个高素质的 各方面的 要财产呢 还有各方面的要求 就是 就是背景调查 就是呃 你要证明你就是一个高素质的 一个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 你才移民到这边来 所以呢我感觉 中国人在这边的地位还是挺高的 就是 就是大家对我们也很友好啊 就是马尔他他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马尔他本地人 然后其他的都是一些外来移民 他们的移民的要求很高 所以呢看到的一些 在普通其他的国家上 像德国也好啊 或者说 西班牙或者说法国那些国家 他们就是黑户嘛 就是一些黑户会比较多一些 就是老是有居留签证这方面的问题的 在马尔他基本上不会不会 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他可能有一些黑人 黑户是很少 但是中国人来讲 基本上都是那种啊 那种高素质的移民 所以这个啊 这是个很神奇的地方 很好我感觉很好 就是度假很好 后面其他的一些感觉 再来跟大家聊一下 我感觉到你都会不会有点 我感觉到我感觉到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